凡一产业在1980年成立以后,以顾客为中心的经营实践为基础,在制造世界第一品质产品的价值观念下,为了以最高的品质与最低的价格来满足消费者,尽着最大的努力, 采用IH方式,最大程度抑制油酸败的智能油炸机,健康美味的油炸料理,从完美的Fryer开始。 IH方式是,电流通过油槽侧面的线圈,线圈内产生磁力线,磁力线与油槽的铁成分相遇,生成涡流电流。 这涡流电流只会让油槽本身发热,从而再把油进行加热,实现烹饪过程的原理。 例如,要煮沸两升水时,燃气需要13分钟,电热需要20分钟的反面, IH诱导方式只需要8分钟即可。 由此可以看出,使用IH方式可花费少量燃料费,更经济。 与此同时,IH方式的温度易操控,可两倍以上延长油的使用寿命。 使用防止酸败的智能Fryer,在到达一定的温度时,打开盖子, 把材料放入在油里的不锈钢网中。 盖上盖子,通过右边的数码操控键便可进行烹饪。 在油炸过程中,盖上盖子,油便不会溅出。 在油炸时,几乎不会产生油蒸气。 与此同时,上侧的盖子,除了可以维持一定的温度, 还可通过急速加热效果,制作出肉汁鲜美,外表酥脆的油炸食品。 防止酸败的智能Fryer与现有电热管方式比较实验结果。 虽然实验当日外表看起来很相似, 但是从第一天开始,电热管方式的材料就可以看出水分开始在流失。 而防止酸败的智能Fryer在油炸作业过程中相对较安静, 并且未浮现不纯物质。 所以,即使经过了长时间, 食物的味道依然不变, 有盖设计也使油炸更均匀。 虽然刚经过油炸后,外观看起来并无太大差异, 过了一段时间后, 经过电热管加热方式油炸的食物, 水分开始流失,外观开始发生改变。 而用智能Fryer油炸过的食物则毫无任何变化。 经过了几天之后, 经过电热管加热方式油炸的食物, 水分已经流失大半, 外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 而经过智能Fryer油炸的食物, 则几乎无任何变化, 维持着原来的状态。 分别把用电热管加热方式和用智能Fryer方式油炸过的食物, 拿到韩国食品研究院进行关于油分和水分含量的对比分析。 结果发现, 智能Fryer的水分比电热管加热方式多出13%, 脂肪则少了32%, 智能Fryer的优秀性得到了认证。 因此, 顾客可享受到智能Fryer制作出的保留了鲜美的肉汁和酥脆的表面, 健康美味的油炸食品。 值得一提的是, 本产品被分为加热区和冷却区。 加热区进行保温处理的同时, 还预防温度的流失。 加热的话, 即时反应。 因此, 最初进行油炸时, 温度上升至180度, 也只需要15分钟。 例如, 把一只冷冻状态的鲜放入智能Fryer中为基准。 恢复到180度只需要一分钟。 同时, 也使得电力消耗最小化。 冷却区被设计成可使油炸悬浮物自然下落的构造。 因此, 即使在温度低的冷却区有油炸残渣, 它们的碳化也会得到抑制。 与此同时, 使用IH智能Fryer能降低油的酸化速度。 预防及延迟食用油的酸败与酸化, 可节省80%以上的食用油的使用。 请选择使用不锈钢材料。 即使是遇到水与湿气也不用担心的。 维护与保修更容易的。 减少食用油燃料费消耗的。 可制作美味健康油炸食品的。 防止酸败的智能Fryer吧。